- 无人机曾经被认为是早期使用者的小众玩具,现在可以在公园,测定城市上空,发现翁翁作响的无人机,随着航空摄影的普及,无人机甚至越来越多的,被用于视频制作。 - 然而,无人机并不仅仅是为了好玩和娱乐,随着无人机被用于人道主因目的,它们旋转螺旋桨发出的尖锐翁翁声,可能会取代为全球轰鸣服务的救护车警报声。 - 2017 年 3 月,最受欢迎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,大家发布了一份关于无人机救生能力的报告,列举了志愿者或远程驾驶的无人机,在洪水和巡崩的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案例。 - 在中国,加拿大,美国和土耳其,共实施了59次救生救援。 - 考虑到搜寻一平方英里的失踪者,需要25人花费35小时才能完成,而一架无人机覆盖同一区域需要30分钟。 - 无论地面情况如何险恶,无人机都是唯一适合搜索和救援的,即使是有爱好者驾驶。 - 根据报告所涵盖的过去10个月,无人机使用的增长趋势,大家估计未来无人机将直接负责每周至少晚救一人。 - 但是,在自然灾害使用无人机进行搜救,并不是无人机拯救生命的唯一方式。 - 专门为下服务不足的地区,运送医疗物资而连扎的无人机,已经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和医疗物流产业,取代了不足的地面运输基础设施,成为全球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- 无人机交付方面的这些进展表明,在未来,无人机的介入将把救,呈现上万人的生命。 - ZIPLINE的血液输送在用无人机装备医疗供应链方面,最著名的先驱者之一,是ZIPLINE。 - 一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,于2016年10月,与卢旺达政策达成协议,为21家音乐提供血液,血浆和血小般运送服务。 - 截至2018年4月,该项目被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功,ZIPLINE公司的无人机已经飞行了4000次,飞行距离达30万公里,运送了7000单位血液,占卢旺达首都机加利以外,国家血液供应总量的20至25%。 - 在这4000次飞行中,也三分之一是对紧急情况的直接反应,如果不及时输送血液,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,因此可以放心地估计,到2018年,他们已经拯救了至少1333人。 - 在向一千万卢旺达人,分发供应品的努力中,ZIPLINE设计了一种比任何商业无人机都有效的定制飞机,它的飞行速度是一般四周飞行器的4倍,服务面积是普通四周飞行器的200倍。 ZIP飞行器被评为2018年时代杂志评选为最佳发明之一,部分原因是过去两年ZIPLINE不断地对其设计进行迭代和改进。 - 这些优化将医院订购血液或医疗用品的等待时间,从10分钟减少了1分钟,将交付时间减少到一次的30分钟或更少,并将每日飞行数量从50次增加到500次。 - 他们的努力11月获得血液制品的机会增加了175%,并通过与卢旺达医疗专业人员协商建立的供应链,减少了95%的浪费和损坏。 - 在2017年8月,他们将业务扩展了坦桑尼亚,并将互存扩大到血液产品之外,包括紧急疫苗、艾次病毒药物、抗疫药物、抗生素、实验室试剂和外科用品。 - 在坦桑尼亚,他们设法为另外1000万人提供服务,每天向全国1000个设施运送2000件物品。 - 基于这些拯救生命的努力,在非洲取得的成功,Zipline也将目光投向了美国领土,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。 - 无人机在疾病快速检测、器官移植等方面发挥的作用。 - 另一家硅谷无人机初创公司MATANET于2016年在马拉,为启动了类似的举措。 - 马拉为每年有一万名儿童,因出生时,携带艾滋病毒而死亡,部分原因是依赖地面交通的诊断方法,往往在长达8周的时间内,无法确定是否需要治疗。 MATANET爱滋病毒血液测试样品的空中运输,产生了大幅减少关键时间的潜力,他们扩大了在瑞士的运营医院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,继续通过在马拉为开设无人机测试航线,来改善马拉为人未来的健康状况。 总部位于荷兰的WINGSFORI IDEA,一直在研发,能够携带更重载荷的无人机。 在乌国建一,生组织Dr. Lizartbury,和比尔和梅林达干词基金会,B-I-L-L-M-E-L-I-N-E-A-G-A-T-E-S-S-U-N-E-A-T-I-O-N,的支持下,Viu,在马达加斯加进行了成功的试验。 尽管从ZipLine成功之后退出的众多举措中可以看出,医疗供应链是一个价值700亿美元的全球产业,但数十亿人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,导致520万儿童死亡,所以,目前目前医疗保健物流空中航线,没有出现过度拥挤的危险。 在未来,无人机可以提供尚未发明,更少测试和监管的医疗技术。 例如,2015年,一线由研究生提出的器官移植输送系统,在阿联酋获得优等奖,很快就被一家中国制造商和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抢购,并将在未来15年内投入使用。 之所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,是因为该计划的一部分,是在猪身上培育器官,或者在实验室,培育出适合人类使用的猪器官。 无人机预疏法规和医疗进步成指数级同步发展,而无人机将占据举足轻松的地位,因为空中预疏,是只有时间里干性的角膜移植成为可能,并在现有的血液和医疗供应链之上,发展为包括心脏、肝脏和肺在内的器官。 马里兰大学最近的一项测试发现,一架大架M600P2O无人机,已经可以稳定的运速肾脏了。 201 7年,进行了超过3.4万例器官移植手术,每天有20人,在等待器官移植时死亡。 如果将这一数字减半,每年可通过迅速的器官移植管就翻现650多哨生命。 在地面交通基础设施有限的国家,有数百万人通过ZEPLINE等项目获得医疗用品,未来5年无人机拯救的生命,可能达到数万或数十万人。 有限方法的品牌。